以前216集 获得张凡的许可 姚村长急忙穿上了衣服 一边穿一边说 不辛苦不辛苦 这有什么辛苦啊 这都是我该做的 这段时间里村口修路那个地方 还有没有巨石掉落呀 你走的第二天 有村民经过 曾经又有一个村民 在那里产生了幻觉 他产生幻觉的同时 也有巨石朝他砸 但是我听了你的嘱咐 不让他们单独行动 在巨石即将砸中他的时候 惊醒的村民 把他拽在了一旁 让他躲过了一间 再往后呢 村里面的人 就没有人再走过那条路了 可从镇上来我们村的那些人 每天都会经过那里 也不知为什么 他们就没有一个人被砸到过 姚孙长不解的挠到脑袋 人之所以会在那个位置产生幻觉 是因为受到念力的影响 而操控杂人的巨石 是那个用隐忧性阵文布置出的阵法 在张凡看来 那能控制人意志的念力 应该是和阵法一体的 张凡感知过那边的念力情况 那念力强度一般 悬门第一镜第五段以上到行的人 在有防备的情况下 是可以阻挡住那股念力的侵蚀的 尊子里面听着修路这事 应该早已传在了那些外来人的耳朵里面 他们也毕竟听说了 修路位置有巨石砸落的危险 他们经过的时候 一定是非常谨慎的 他们的道行 也都在第一镜第五段以上 在做好防备的前提下 他们是不会受到念力的影响的 所以他们才没有被砸 虽然张凡知晓原因 但张凡却并未和姚村长解释 一旦解释 就会牵连出更多的话题来 只要姚村长按照他说的方法做 村里面的人 应该就不会再出现危险了 很快 姚村长便穿好了衣服 两人打着手电 朝近地方向走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所以 村子里面的路上基本没人 越是靠近近地 就越是如此 大概用了十多分钟 两人便绕过了那条黑水坑 进到禁地之内 到了吊桥旁边 由于在村东头修路的位置 发现了阵法和念力的存在 之前张凡 也在姚村长走上吊桥的时候 感受到了 凝聚于姚村长周身的念力 他猜测 这整个村子很可能被包围在同一个阵法里 不过 这也仅仅都是猜测而已 并没有获得证实 张先生 我看这禁地跟咱们上次过来 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姚村长私下打量 妄想张凡 对了 之前雇佣您那两个人 什么时候可以把三个血族人的混合血液给找来 我记得您上次说十五天 这都过了十三天了 他们已经找到了 明天早晨应该就会过来 什么 那咱们编的谎言 几本要被戳穿呢 是啊 张凡怂怂肩膀 微微叹息了一声 我基本过来 就是想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通过吊桥 现在看来 这可能性不大呀 看到张凡犯愁 姚村长也是颇为着急 张凡对他们村子有大恩 在姚村长的心里 张凡的事 比他的事情还要重要 经过了短暂的思索 姚村长眼神里付过了一抹坚决 他到了张凡的面前说 张先生 我在上一次吊桥 看看我能不能跨过去 毕竟那墓葬身处的东西 并不会对我发动攻击 不行 我不同意 上次张凡已经看到了 姚村长上桥时候的艰难 虽然墓葬身处的东西 不会对于他发动攻击 但是 那吊桥举列晃动 还有 向他围笼而来的念力 都不是姚村长这个老头子 可以轻易承受得了的 这吊桥是由一百块木板组成的 姚村长上次 不过走了五块 身体就好像是扶平一样 张凡怎么可能 让他继续冒险呢 张先生 您 您就让我上去吧 你不要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张凡语气坚决 同时 他站在桥边挡住去路 他生怕姚村长 还像上司一样 他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走上吊桥了 看到这一幕 姚村长 微微叹息了一声 对了 张先生 我听您说 上司雇用您的两人 把血族人的血液 泼在了吊桥上 虽然没有解除危机 但吊桥却有异动 而我本人上桥 并不会遭遇 木道深处东西的攻击 如果把我的鲜血 泼洒在吊桥上 是不是 有可能解除吊桥的危机呢 听到村长的话 张凡眉毛一条 思考了一会儿 要不 你试试 放点血 对姚村长来说 并没有什么危险 还是可以试一下的 获得张凡的应允 姚村长重重点头 他从后摇里 掏出一把匕首来 放在手心的位置 望向张凡 张先生 你让开一下 我直接把手掌割开 让鲜血 滴在吊桥上 张凡文言 便把路让开 一边走 他一边问道 你怎么还戴了一把匕首啊 我怕有什么危险 所以戴个匕首 以防外衣嘛 姚村长望向张凡笑了笑 他心底很清楚 如果真的有什么意外 他这把匕首 根本作用不大 不过戴把匕首 心中底细可以足一些 更有安全感一些 那你开始吧 姚村长点了点头 而后 把手和匕首 同时置于吊桥之上 用匕首的刃部 割破了手心 伴随着支的一声轻响 一道口子缓缓裂开 紧接着 并有大量鲜血 从口子里面涌出来 那些血液 也呈现自由落体运动 向着桥板上面滴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